你好,欢迎收看12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年度接近尾声 圆明会副组委股仲格勒芳专程来到 卓西乡的轮天部落文件站视察 长辈们看到同为布农族籍的副组委 备感亲切 用足语提出了包括增购运动器材 增加课程材料费 以及改善公共厕所进出动线等 也都获得副组委的正面回应 轮天部落文件站的长辈们 以布农族歌谣热情欢迎 圆明会副组委古仲克勒芳安等一行人的到来 尤其看见同为布农族籍的副组委 更是被感情界直接用足语交换意见 年关将近 圆明会也特别签了访市部落文件站 尽管情况 长者提出建言 也分享心得 肯定支持文件站存在的重要性 简单的座谈会行事 听取长辈们的心声建议 在布农文件站计划负责人石敬燕的带领下 圆明会主委古仲克勒芳安也视察站内设施环境 乐于协助优化文件站的环境设施 那当然我们也会透过这次的访试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文件站的整个硬体设施的环境 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者来到文件站 就是一个非常安全 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快乐的一个环境 圆明会全力支持 轮天部落文件站计划负责人石敬燕表示 除了课程 老人照顾等软体服务的提升 明年度也将加强长辈们的极力训练 让部落长者迈开永建的步伐 倒战共餐共学 健康的在地老化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